如意传 如意生下死胎 并非背后算计陷害 暗示如意凌云彻 有私情当下正在热播 大型宫廷剧如意传 正在每日的持续更新当中 而剧情发展到现在 如意早已开始了它的黑化之路 只是还不够激烈明显 当然在如意的黑化之路上 已经有几位曾经陷害算计如意的人下线领和犯了 先是被反陷害了如意的阿弱自尽而死 再到后来一直算计 如意是复查皇后的棋子的可怜高贵妃 也退出后宫争夺的舞台 就这样前期的如意的两个敌人全都惨败下信 如意开始了它的逆袭之路 而在这后面还有一位如意的死对头 一直想要扳倒如意 就是嘉瓶金玉岩 嘉瓶一直都是使得一手借刀杀人的好计谋 多次假借他人之手算计陷害如意 心机城府也是极深 本来和复查皇后是统一战线的 最终却把复查皇后搞得心存死至 最终日遇终了 最后与如意两人之间的争夺空出来的皇后之位 而再次较量却输给了如意 如意由于得到了海澜的帮助 并且得到了太后甄嬛的看好 成功地登上了皇后之位 成为季后 虽然嘉瓶也最终摆在了如意的手中 暗示到如意和侍为陵云彻之间有着私情 在后面陵云彻也是多次就驻如意 这更加的让皇帝怀疑和猜忌 最终如意为皇上生下了一个死胎 让皇上十分的愤怒 震怒之下 怒骂如意是一个贱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